后周太祖郭威陵墓为何不掌数,原因揭秘,很多人听完都笑了。 五代十国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年代,在这个群雄争霸,用刀说话的疯狂岁月,在一千多年的龙瑶县出了一位人人数大拇指的皇帝,他就是后周太祖郭威,可尊称为郭大侠,郭大侠可是一位好皇帝,但天度英才,英雄命短他只活了五十岁,便去世了,被葬在新正市城北郭殿镇的郭园村。 郭大侠入土为安后,当地的百姓体恤他是一个好皇帝,就想在其陵墓上种上一些松柏树,一是想美化环境,二是防止水土流失,可是这些树木种上之后,竟无意存活,郭大侠的陵墓上不长树,这是什么梗,难道这里真的有令人困惑不解的风水迷局,让人研究不明白的神秘原因? 郭大侠去世前,他拉着柴蓉的手,讲出了自己另类的遗言,我若不起此吉,辱吉素质山陵,陵寝无需用石柱,废人工,只以砖带制。 用瓦关指一,不要守灵工人,也不得用石人石寿,只利一旦计之,捐自云。 我们都知道,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,就干过这种欲盖弥彰之事,他在为长孙皇后亲传的碑文中,这样宣称,王者以天下为家,何必误在灵中,乃为己有,今因九宗山为灵,不藏金玉,人,马,器皿,皆用土木刑具而已,树鸡尖岛西心,存墨无垒, 可是李世民的昭灵,被五代节度使温涛道后,却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,从郭大侠平日里省吃俭用,简朴过日子的方式,我们可以认定他确实使用了瓦关指一下葬,这样一个简朴爱民,名声甚家的皇帝,老百姓虽然不能为其修灵立碑,但在灵墓上栽种一些苍松翠柏,还是可以的,可是这些苍松翠柏栽种上去后,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大多数树木很快的枯萎, 只有很少的苍松翠柏勉强存活,可是第二年开春,存活的树木也不再土绿生长,而是变成了一棵死树,当地的一些风水高人,就说,郭大侠的陵墓,风水不同寻常,这座陵墓是一个火坑子,应该不能植树, 我们都知道,慈禧太后为了让自己的陵墓上不长草,规避落草为寇的趁雨,她曾命人在铁锅里,加入了萧石和硫磺,然后经过翻炒,这样的熟土堆积在慈禧太后的墓顶,直到今日,墓顶都没有长草,郭大侠的殡葬史上,就是将周围的黄土堆积在墓顶之上。 那么它的陵墓不长树,我们首先得从新征市城北18公里,郭电镇郭园村一带的土壤和气候找原因,郭电镇郭园村的降雨量还是不错的,虽然雨水不能算多,但供农作物生长还是足够的,但有一点,那就是当地的黄土地并不保水,也就是不管下多少雨,地都是汗的,这也是新征的基辛大枣得以生长,并成为本地特产的一个重原因,汗枣烙里,这句话的意思是, 不是干旱的土地,任何枣类果木都是生长不好的,故此,在无折无挡的郭电镇一带,突出地面的郭威陵墓外的风土,始终处于一种缺水的状态,故此,高大的树木,在其陵墓顶上,因为缺水,确实是难以存活生长,郭大侠墓碑前的照片,照片显示,墓上并非寸草都不生,墓土之上,还是生有一些耐贫瘠,以及耐干旱的低矮灌木,山枣,超级耐贫瘠和干旱的一种植物, 这些照片上绿油油的低矮灌木山枣,就说明了一个问题,郭大侠墓顶可以长灌木,但却因为干旱等原因,无法生长高大的树木,据史书记载,西周的坟墓跟后来的坟墓是有很大的区别的,对于西周的坟墓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? 在周一,西词下中,就是这样描述的,古之藏者,后一之以藏,藏之中也,不封不述,那么,封土与不封到底有什么区别呢? 所谓的坟墓封土,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坟丘或者坟堆,形象一点来说,就是人死后把尸体埋进土里,用土把尸体掩盖起来后,在上面又堆起一堆的小土包,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 原因有二一是对坟墓能起到保护作用,二是能准确标明墓地的位置,好让后人有迹可循,而当时的西周却不是采用这一种方式,他们采用的是布封,何为布封,布封就是指,把亲人的尸体下葬后,只进行简单的用土填埋,填到跟周边的土地一样的高度,便停止了,当时西周的人对于坟墓并没有在坟墓的地表上面堆土,也不在坟墓上面树立什么小土堆, 不做任何的标志,这一种方式在黄河流域中存在,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晚期,现在西周的亡灵之所以一座都找不到,跟西周采取布树布封的下葬方式有很大的关系,由于西周的布树布封,即使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一些西周的小坟墓,但是对于西周大一些的坟墓,或者是最想发掘的亡灵,一直是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,这些坟墓基本跟大自然已经长到一起去了,没有一丝一毫的标志, 经过这么多年的日月变换,现今即使科技发达,也很难找到与大自然联为一体的西周亡灵 为什么后来朝代的坟墓会跟西周如此不同,变得越来越浮夸,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这要从一位伟人说起,此人便是孔子,孔子作为一位学者,他常年东奔西走,在给自己的父母下葬的时候,孔子担心自己以后回家祭拜,会找不到父母的坟墓,在哪儿,便想着在坟墓的上面堆起了土堆,这样子以后好辨认,因为有了孔子作为先例,由此到战国时代,在墓葬上堆土造坟丘,慢慢地演变成了一种风俗,甚至发展成为对一些地位尊贵死者的一种礼遇。 坟墓标记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,值得一提的是,郭威的出身也不好,因此做了皇帝后,做什么都为老百姓考虑,首先第一点,那就是不和其他国家开战,因为才开国,需要修养生息,慢慢发展才是正道,这刚提到他一切以百姓出发,大家应该记得,在古代贩卖私盐那是犯法的,达到一定的数目都是要砍头的,因为那是朝廷自己专卖的,但是到了郭威这里,本来两斤就要砍头, 郭威规定达到十斤才砍头,因为他认为老百姓也是迫于生计,才这样做的。 皇帝们吃饭一般怎么吃,老百姓家三菜一堂就很满足了,皇帝自然不会只吃这么点,最少得十几个二十多个菜吧,甚至有的皇帝一顿饭能吃上百个菜,但是郭威却恰恰相反, 他一顿饭只吃三个菜,和老百姓没什么区别,因为他认为够吃就好,不能浪费,郭威在的时候很取消了很多的税,更利于老百姓生存,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家底太薄,没有东西让他来奢侈,但是他也绝对是个皇帝,真真爱自己子民的皇帝, 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还真的不多,生前都这样,死了之后更不会奢侈,他的遗嘱天下皆知,那就是用纸做衣服,剩下一个陪葬品都不需要,也正是这个原因,历史上这么多年过来, 他的墓一直保存完好,专家感兴趣,但是不挖,盗墓贼知道在哪也是碰都不碰,一丁点兴趣都没有,根据五代史记载, 郭威年轻时喜欢喝酒,好行侠仗义,有点凉山好汉的味道,当时市场上有一个屠夫七行霸市,人又比较壮,没人敢惹他, 郭威听说之后,就决定教训下这个屠夫,来到屠夫店里,让他割肉,割完之后让他剁碎,剁完又骂他剁得不干净, 反正是各种找茬,屠夫气不过,但是又不敢惹郭威,就直接脱掉上一说,有本事你一刀捅死我,郭威也不含糊,真的一刀捅进去了, 结果屠夫一命呜呼,乱世也有好处,像郭威这样的杀人犯,有军队领导的保护,关了几天就放了出来,跟着老大继续打仗, 都知道赵匡印通过陈桥兵变建立了大宋王朝,其实赵匡印的黄袍兵变完全是跟郭威学的, 因为赵匡印后来在陈桥一发动的兵变,完全是郭威黄袍兵变的翻版,唯一不同的是,郭威的黄袍用的是旗帜, 而赵匡印的黄袍是提前准备好的,顺便说下,郭威发动兵变称帝时,赵匡印就在他身边, 当时是郭威的亲兵,乱世用重点,这句话放在五代时期一点都不夸张, 在那个年代偷一文钱都会被砍头,对于偷情的和强奸犯,男女双方都要被杀掉, 可是这么重的刑法,效果并不好,真不知道这个法律是怎么定的, 郭威继位之后,把这些严酷的刑法都废除了,同时郭威还是一位很节俭的皇帝, 继位之后禁止各地进贡各类美食以及珍宝,特别是临终的钱的嘱托, 更是为百姓考虑,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注重厚葬的国家,特别是皇帝的陵墓, 两汉先秦时期,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都要用来给皇帝修灵。 五一都要用来给皇帝修灵钵镜党, 第二 fun Bier白银 Hope,